为促进能源永续利用 减少各产业的碳足机 第一届污染防治与洁净技术海外研讨会 即台湾印度新兴环境与能源挑战科技交流会 日前在印度德里召开 会议以实体和视讯并行方式举行 约有100位印度、挪威、南韩以及台湾学者参与 冯甲大学副教授赖奇后以台中为例 向与会学者分享 如何透过生物协能技术打造永续生态社区 那我们台湾这边的技术最主要 冯甲大学是在氢能这边 是属于国际领先的地位 那我们也知道为了捷径能源这个议题 印度这边也想要大力的推展氢气能源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最次来 最主要要跟印度对接的一个技术 印度科技部国合组主任习瓦吉也表示 印度与台湾在科技领域合作关系长远 有着高度互补性 特别是在捷径能源方面 未来双方学界的交流也将越来越紧密 那我们科技部为了应应新南向政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作案 比如说我们科技部最近有推展一个高阶人才的合作计划 那这个其实这个平台是非常适合印度的学生来到台湾 这个接轨我们台湾的高教 然后未来可以当作一个台印度合作在科技上面的一个桥梁 王金赛表示 这项合作计划希望能为产观学界架设交流平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